这是美国一家生产人肉的制作工厂 他们专门抓捕一些非法偷渡客 将人打晕放在传送带上 随着绞肉机的疯狂运转 最终成为一个个鲜美多肉的肉饼 再经过米其林大厨的精心烹饪 成为城市中必不可少的美食 看视频点赞加关注 评论区赶紧狗头加壁虎 大壮看到眼前的一幕彻底惊呆了 他被吓得慌忙逃窜 却不料被护士看到 直接一针镇定剂就打在他的脖子上 等他再次醒来 已经被捆绑在轮椅上 黑心工厂的老板 见他得知了地下工厂的内幕 便将这里的所有秘密说了出去 而这一切他们全都是为了利益 大壮听到后觉得非常恶心 于是到了晚上 他召集所有被困住的男女老少 将这里的秘密告诉了他们 众人听到十分愤怒 直接拎起家伙和工作人员扭打在一起 没想到他们战斗力爆表 没一会功夫 就把工作人员打得落花流水 随后便乘坐逃亡电梯逃离这里 不料他们一行人来到地下工厂 看着这里关押的同伴 大壮刚要上前救助他们 却不料老板直接从后面一个偷袭 紧紧勒住大壮的脖子 眼看他就要一命呜呼 关键时刻 一个即将变异的同伴 将大壮救了下来 紧接着 他们将黑心老板也放在了流水线上 随着机器的疯狂运转 一张张新鲜出炉的大肉饼 展现在众人眼前 故事的最后 经过偷渡客们的不懈努力 他们最终从黑心工厂逃了出来 俗称恶有恶报善有善报